以牧師為我去醫治 為我將我裏面的壓力、枷鎖、重擔 神透過牧師去醫治我 當我醫治的時候 要想著神去愛和讚美祂 讓我進入到神的醫治的裏面 當我醫治的時候 牧師叫我去很大的呼吸套出來的時候 我初初是不行的 我做不到 那慢慢牧師的說話 透過引領我去這樣做 去推動我 我就覺得我好像有些能力了 然後牧師又再叫我去裡面的喜樂 我基本就是 我不能笑得出我裡面的壓力 那種心痛 是做不到 透過牧師又再叫我 要釋放那個喜樂 但我覺得我在裡面 那種的湧流 是不懂笑都變成熟笑了 好像令到我在裡面舒服很多 還有那種在裡面的那種泉源 我自己覺得 我裡面好像有一個活水 我在一個活水裡面 活水裡面在洗淨我裡面 還有在起落的時候 我很開心 我在靈裡面看到自己在彈琴 我是跳舞的 那種的起落 那種的起落 但是在笑完之後 我覺得我後面的兩個肩膀 明顯是鬆了我的 但是牧師再問回我的時候 我覺得我後面 好像要拿出來出來 我還好像有些東西 還沒有很容易去 舒服 不覺得還是舒服 是好過先頭 那再一次去 去被聖靈 我覺得是聖靈充滿 因為我裡面很熱 我裡面很熱 然後我覺得聖靈 他帶著我的時候 好像我後面有一些東西 好像要拿出來 好像要拿出來 就是 或者去後面 要抽一些東西出來 那聖靈帶著我的時候 好像有些東西要抽出來 那 我當我抽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 我不懂去分別 是自己還是 那惡者去搞 就是在我的生命裡面 那牧師又再 他跟我說完之後 我們再一次去做神 我就懂分別了 我分別知道 原來我自己本身 是有很多的壓力 很多的枷鎖 是未曾去認真脫狼的時候 但是 在最後那一刻 我感覺到聖靈 去幫助我 去把我裡面的東西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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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 一些我裡面的東西 抓住我 那我就 舒服了 那我又 牧師問了一句 你究竟在裡面 或者是掙扎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 裡面自己本身 是有你的情緒的時候 或者是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 我現在認識分別就是 我裡面 我覺得 在聖靈的時候 我好像很要很用力 我很辛苦 才出到一些東西出來 那我知道 這個不是我自己 是的 我自己抓住 他不肯放 我就透過牧師 他又再提我 那時候 我裡面 是放鬆 放鬆 那我就自己 聖靈再一次幫助我 我後面 是舒服很多 我感激的主 將詠靈歸我 的主耶穌基督 那我補充一點點 就是 爲何吹氣呢 因爲 耶穌向門頭吹 向門頭吹口氣 祂受聖靈 聖靈的傳遞 可以透過吹氣 而聖靈 聖活聖之聖靈 又創造 天使 天使 天使當作邪靈 聖靈可以透過吹氣 傳遞 邪靈都可以 所以我跟人說邪靈的時候 都叫祂吹出來 這是其中的原因 為何我叫祂吹 有時也有些壓力 可以吹出來 另外 其實我不是叫祂起落 我就是 耶穌很開心 令我們很開心 其實我應該是用恩典帶動 耶穌令我們很開心 Hallelujah Hallelujah 然後祂起落就湧出來了 就不是 你要起落 那祂就變成了一種壓力 但當時來說 的確是經歷到神很輕盛 我希望大家看到 你不要覺得很難 其實你肯聽神的話 肯處理生命 多親近神 將來你都可以跟人做釋放 如果你有機會跟我去非洲 就有很多機會 那些報道會 每次都會有一群人釋放 有機會去 你就有機會去操練很多 這些釋放 你就看到 其實 哪一個人都可以 當然你越親近神 就越可以 越處理生命 就越能夠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並且我們幫人 釋放人 醫治 神的工作 都是為了 想別人給神使用 因為你給神使用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默奏 靚燦